既然当年已经承诺了你的师傅说 OK 我就回来说相识 为什么还是选择了我要好好的唱歌 师傅一开始说给我出玉珍 我说行吗 出啊 他说你能唱 为什么不展示你自己优势的这一面呢 发文玉珍的时候 我还没有说要转型 后来是师傅跟我说的 说你可以试试 我是您同意啊 他说我是同意 对 我也很好 他怎么会同意呢 他说你好多人在就是看 郭老师可能是个特别那什么的人 其实他不是 他的思想特别的开明 我是您同意 他说让你多一门手艺不好吗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 我说相声不能丢 对 但是当时你做这个选择 你师傅是支持的 可能相声界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 对 好多人就说 张云雷不说相声了 粉丝们也是说 会不会不说相声了 每次我都说 我说你们放心 相声我肯定会说的 说我说什么 张云雷不务正业了 张云雷这个了那个了 绝对都是这样 不过也难怪 因为确实你开创了一个先河 相声演员 而且也做歌手 对吧 难怪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 唱歌和说相声 哪个对你来说更困难一些 各有各的难处 各有各的难 相声难 好多人相声 他不是看着稿 你一句我一句小时候行 你要说相声 抄起来这一段相声 有时我要是说的大一点 可能这个四五十分钟 一百多个段子 你死机硬被你背不下来 师傅会告诉你一个技巧 然后让你自己慢慢磨 磨磨磨 有一天你自己开窍了 比如说这一段相声 我说五十分钟的相声 可能就十句话 整个的梗概就十句话 入活 前面是电话 入活 然后第三句入活之后 说捧跟的家里怎么回事 然后到中间 转什么 底是什么 你就记住了这框架 你永远是跑不出去的 然后后来当唱歌 我就觉得唱歌太简单了 我说我有传统的 说学到我唱的基本功 基本功 唱歌只要跟得上节奏 唱歌不走调 OK了 我说唱歌有什么了 我说太简单了 我说 我说这个唱曲艺唱戏 不比唱歌难啊 我说我没问题 但是我真入踏进去了之后 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 我录的第二首的 我录《蓝色天空》的时候 完全是我懵了 我觉得我不会唱歌了 怎么 唱的每一句都不对 不对 不对 是紧张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心态的原因 不是 还真是技术吗 技术 因为唱歌它有 它分好多的技巧 每个字 土音应该怎么唱 但这个不是你擅长吗 唱歌的土字 跟这个戏曲的土字 可是完全不一样 是吗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头开始的 对 然后出来之后 好多人问我 这个采访吗 说你有什么感觉 我说我感觉 唱歌不是我想象中的 这么简单 我说干哪一行都不容易 我等于唱歌的时候 我就是把我自己 以前瞎唱的那种感觉 要全部忘记 还有我会用好多传统的技巧 来用在唱歌的上 有的歌 有的字 每一句可能适合 但是真是都按照那种发声来唱 我自己录完了之后 在棚里面录过了第一版 他说你自己听 我一听完确实是有点不好听 所以你现在有按照一个歌手的标准 去接受什么那种声乐方面的 一种系统的训练吗 有 然后我每次录歌的时候 也是这个老师们 就是每次录歌之前 也都是教我 然后最早是跟刘卓老师交了我好多 对 我就说这个东西 我干什么事 要做就把它做好 要不我就不做